清明连续假期传出大量游客急报景点 只有怕防疫漏洞大开 现在金融业包括富五邦金 国泰金 男生人寿等业者要求员工 如果有到十一个热门景点 员工不得到公司 得在家办公 而科技业鸿海 鸿达店也跟进 员工进入大门先经过体温感测第一道防线 一旁保全 随时封进神经 防堵疫情扩散 国泰金控五号确认 假日有没有出游 如果廉假期间到过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的十一个热门景点 员工一律在家上班十四天 不能进到公司 基本上昨天是优先透过社群媒体的方式 然后来进行调查 那今天早上我们又有收到通知 他是透过email的方式 那针对有确认去过这些景点的人 基本上他们就要为期两周的居家办公 疫情指挥中心仅时的十一个景点 像是嘉义阿里山 花莲东大名夜市 高雄骑山老街 还有墾丁等地方 金融业富邦金就紧急下令 要求出游员工不准到公司 而新光经 国泰金随后跟进 国泰金统计居家办公人数达到一千两百人 占人体员工百分之三 南下人寿周一新查 共有一百一十五位同仁 即日起到十七号必须在家办公 避免可能风险 公国航库华南京第一京赵丰京 要求员工必须自主健康管理 除了早晚两次体温 口罩戴好戴满 彼此就连吃饭要保持适当兼具 不能互相交谈 我觉得这个措施是还蛮不错的 就除了保障我们自己 也保障到那些可能没有去过的人 高科技产业方面 宏达店要求公司全面佩戴口罩 每位员工可以领六片口罩使用 有风险的出游员工居家上班 宏海要求居家办公期间 自主健康管理 确认身体状况没有异常 才能回到公司 新胆记者王冠林 沈为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人数都在加异 都在加异 这位人黄声